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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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打完分后 参赛厨师就将香味四溢的参赛作品 分给在场市民品尝 人们享受到围炉食味的乐趣 现场十分热闹 吉安火盆怎么吃呢 地道的吉安火盆 是将平底锅置于热炭上 将牛肉 牛蹄筋 豆腐 米肠等 十几种食材层层叠加 好吃的不得了 这个一个作品的好与坏 首先从色 颜色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能激起人的食欲 第二 你从味 品尝 看这味道是不是可口 咸淡是不是十种 色香 这个香你是不是走进这火盆 闻是不是有一个不必的香味 尤其这个火盆吧 它里头又加了一些牛肉 比如说牛肉呢 牛肚呢 牛蹄筋呢 如果处理不好 它会有脏性味 就一闻有脏性味 所以说 这也是个难点 对 这也是个难点 所以说你闻的时候 你看它是 出面来是香味 是一种诱人的香味 那么在这个味道上 这香味这款上面 也是加分的 当天的火盆一条街 香味扑鼻 拿着一次性碗筷的市民 能够实现一次性 吃到多种口味的吉安火盆 带着传统和创意 两项美食作品参赛的 火盆师傅邵金辉 是当天最受欢迎的 火盆师傅之一 他展示的两大盆 满满灯灯的肉和菜 不一会儿就被市民吃没了 邵金辉跟我说 火盆师傅们的压力 真的越来越大了 他们必须要不断研发新口味 才能够满足食客的要求 用豆腐垫在底下煎豆腐 然后豆腐黄豆芽炒制 上面是猪肉牛肉 鸡尖毛肚膜 小肠 米肠 牛肉 这些东西炒出来的 这是传统的 后来我们又开发了 研发了一种新的 创新果盆 创新果盆的叫自助果盆 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也是豆腐和豆芽 然后上面是肉肉炒制的 然后放草莱山的杂卷 将人参烹制而成 当天我还按照当地人推荐的吃法 在火盆吃到见底的时候 打入两枚生鸡蛋和一碗米饭 剩下的肉菜搅拌在一起 最后将特制酱料倒入拌饭中 咸香的酱料让拌饭的味道 变得更加有层次 这正如电影的彩蛋 在最后一刻依然有惊喜 就像大家说的 没有事情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再来一顿 咱们吃得好香 太香了这个